大家好 今天呢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我这几天来收集的 大多数呢 都是银的 199 这个呢 是两个戒指 这两个戒指呢 它里头有写 它是 看啊 是那个我们中文叫 潘多拉 潘多拉的 两个银的戒指 这个呢 两个呢 199 下一个呢 这两个呢 是一个店里买的 这两个呢 是那个耳环 三块钱 是墨西哥生产的 它这是刻了一个脸 是 是 它上头写的 Sterling 墨西哥 这个应该是很旧的 完了这边这一个呢 我看着它是一个戒指 我看着它呢 就说是 比较奇怪 看着像赢的 我 查了半天呢 也没查到 到底是 也没有标 是不是赢的 但是看着像 我就把它买下了 这边呢 有一颗珠子 这个珠子呢 我看是 真的 就说是天然的 做的也 比较精致 但样子也很奇怪 这个是 299 也就是三块吧 嗯 嗯 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 网上是 我也没找到类似的 所以不知道 多少钱 这两个呢 耳环呢 我找到有类似的 大概有卖 40多的 有卖50多 还有卖80多的 嗯 所以呢 我就想可能 嗯 大概40块钱 这两个 这一对也是3块钱 下一个呢 这个是 像链 这个呢 是 这链呢 是银的 这个呢 是 什么石头 我不清楚 但是呢 是天然的石头 这个旁边 这个一圈呢 也是银的 嗯 它是 199 这些呢 它标199的话 都是因为它没有 嗯 看到是不是银的 它这个 这个 这个上头有 标是银 是 这个 这个小环这儿 这个地方 标的是 925户 嗯 如果要说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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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就是在二手店 就是在二手店里卖 它这个的话 大概也要卖 30块钱 嗯 所以这个 他不知道的话 那就是 199 我一般的买呢 都 不是到他那个 就是说是 展柜里去买 都是到 他把一些就是 就是是 认为是便宜 都放在外头 挂在外头 一般我都是到外头去挑 嗯 有很多人都会在那边去找 嗯 嗯 你经常会找到一些 就是说是 银的是 就是经常会找到 但有时候也会找到金的 嗯 有一个中国人 那天告诉我 他找了一个 很粗的金项链 白金项链 嗯 我还 我还没有 发现 那么大的 金项链 这个呢 是银的 这个呢 499 这个是一个厂家 叫ELE 这个呢 做的 比较精致 嗯 他在网上卖的话 就如果他要是新的话 这个要卖100块钱 那我想这个还 还看着还很新 嗯 499 所以我就把它买下了 嗯 最后这一个呢 是我很意外的 回了家之后我才发现 嗯 这个链呢 我在那边店里看的话 就是银的 这个 这 你看啊 嗯 银的那小 这个环 是这样子的 嗯 在哪边标的 在这边 在这边 他写的925 是意大利的 这个链它是 应该是哪个方向 我这个相机 反正也不聚光 嗯 是 这个是 这个是 便宜的 便宜的便宜的话 肯定没有字 回了家我才发现 这个是 14k白金的 然后呢 我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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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那个 我有那个 测 那个 钻石的那个 仪器 我一测呢 这几个小小的 宝石 还是 钻石 这个呢 是我 意外 发现的 就是说 回家了 才 才看到 这14k 是我拿到了吗 嗯 反正是 这是14k 所以这个是 我很意外 回家才 回家我发现 是 14k 所以我才测的 嗯 测的 这个 钻石 结果就是 就是 真的 嗯 每次去呢 都会 每次去呢 你都 想不到 你今天 会 会收到 什么 买到什么东西 嗯 所以呢 大家有时间呢 喜欢的呢 嗯 就到自己家附近的 那些旧货店里 可以转一转 好 谢谢大家